大家好 欢迎来到程康说流美 我是程康老师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入学的足异公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对亚裔学生进入selective school 就是有选择性的学校 就是一个名校的录取的这种原则和他的现在的面临的一些问题 大家可能有的人听说过 这个川普自从出院以来干了好几件大事 其中一件就是在上周四 由美国的司法部状告耶鲁大学这一个学校 说他们在大学的录取的方面 在本科生录取的方面 让白人的学生和亚裔的学生的录取机会 比同样的其他族裔的学生 就主要是西班牙裔和非裔的学生要减少 减少多少呢 是白人的学生是减少到四分之一 亚裔学生减少到八分之一 因为呢在前段时间有这个美国亚裔联盟来状告哈佛和耶鲁 所以这几个学校呢就不得不把他们的很多的内部的 以前不为外人知道的这种录取的一些内部的流程 和他的计分的这些方法给公布出来了 那从这个里面呢 那DOJ这次呢主动来出击来说呢 你的很多地方呢 是完全违反了1967年的美国种族平等法案的 那我们回来说一下 这个1967年的美国种族平等法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因为在当时有普遍的存在着 对比如对黑人的歧视 有些工作就因为你是黑人 或者有些这个这个房东 因为你是黑人 我就不给你这个机会 不让你来住这个房子 所以呢在联邦有一个普遍的法律 就是不能够因为人的这个肤色 和他的出生地来歧视 那歧视呢包括呢 说你不让他这个不平等的找到工作 或者不平等的入学 或者不平等的给他房子 这些都是都是不可以的 而且这是联邦的法律 那么呢到后来呢 这件事情呢就有点翻转 就翻转到了以后 这程度呢就是说呢 在很多时候 我为了尽量的照顾这个黑人 而不是说歧视他们 尽量照顾黑人 而影响了这个白人和亚裔的 这叫反向歧视 那在这个里面呢 以前呢是有两个案例的 一个呢是 一个学生状告这个UT Austin 就是德州大学厅分校 还有一个呢是UNC 北卡教堂山 都是因为这个白人的学生呢 他也就是中上等的学生 但是呢他如他没有被学校录取 但是呢比他们的分数和各方面情况都差的 学生呢呃就是因为他们是黑人 或者是西班牙裔而被录取了 那从这个角度呢就是对这个白人的学生不公平 就因为我是白人 所以呢我呃没有这个黑人有优势 所以我被我被这个拒绝了 那么这一次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呢 是有明确的这种证据 就是在耶鲁的录取的过程中呢 他人为的把亚裔的学生 或者白人学生的ICT分数 就直接在内部减了160分 如果你要是黑人的学生呢 直接给你往上加了80分 那你想这个ICT它一共才1600分 你这么你要是亚裔的话 你这一下里外里这就是240分 240分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考了一个 比如1580 1580你是接近满分 但是你减去这个240 你就变成了1340了 那你的这个1500要建成1340 那这个比如有一黑人的学生 他原来是考了1350 对吧 那他再加80分 他变成1430了 那你要拿你的1340 去跟他1430来竞争 那这显然就是不公平 而且这是完全是只因为你的肤色 OK 所以呢 在这一次这个 这个亚裔的民权组织 和美国的DOJ来告这个 腾校 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呢 亚裔呢 要来争取自己的这种权利 至少呢 不能说让我们的孩子呢 在入学的时候啊 在这些方面呢 就是因为他是亚洲人 而受到这样的歧视 对吧 这就和以前黑人争取自己权利是一样的 那么另外在美国的西岸 就是现在还有一件更神奇的事情 就是在1996年吧 这个加州呢 是通过了法案呢 是在这个政府招工和学校招生的时候呢 是不可以看肤色的 就是按照种族 这个这个colorblind 就是我只看你的这个学生的成就来录取 但是呢 今年五月在这个加州的众议院和参议院 分别以压倒性的票数来通过 要求呢 在今年的这个大选 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加州要全民投票来决定 以后是不是要给这个入学呢 给他一个种族的一个限额 种族限额是什么呢 就是在加州有39%的这个西域的人口 但是他们呢 只占了加州大学的19%的录取的名额 而亚裔呢 是19%占了40% 所以这俩正好掉个 那么呢 如果这个全公投通过了以后呢 就会让西域的学生的人数在加大里面加倍 而亚裔的学生在加大要减少 那么这样呢 就意味着加州的华裔的子弟 或者亚裔的子弟 就丢失了50%的名额 在加大 就是说呢 加大这个原来比如UC Berkeley UC LA 这个UC San Diego 这都是世界一流的这些学校 那么以后呢 就是这些学校 可能就一半的名额对他们就不存在了 那这些学生呢 这些亚裔的学生 他肯定也不愿意去 比如说UC Riverside UC Santa Cruz 这些都是很好的学校 但是可能比起UC LA UC Berkeley不好 不如他好 所以他们就会大规模的往外州来申请 比如说去申请外州的这种公立长青藤 私立学校 比如像UVA 像Michigan 像Pan State 皮大 然后呢 还有这些私立学校 其实到了外州以后呢 他的这个学费呢 就差不多了 比如UVA的学费呢 也是五万二 这个比如说 这个南加大 也是五万二 这个 这个 像Washington Louis 这也是这个钱 所以这都差不多了 所以他们呢 就会来申请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会引起整体的 这个亚裔的学生的竞争性强 竞争性 内部的竞争性强 还有呢 就是国际的 中国来的学生呢 他们也会导致竞争性强 因为你整个的 这些学校学生来争这个 那些学校的名额 而且还很有可能呢 如果加州的公投 这通过了以后呢 可能美国会有很多的州 现在说呢 可能至少八个州 可能会立刻效仿 就是也是来 限制这个白人和亚裔的这个名额 让这个其他族裔呢 有更好的这个名额 那么呢 这件事呢 可能也会反过来 让哈佛和耶鲁这些学校呢 会觉得自己更有底气 因为加州那边都公投了 对吧 那你这边 你要不然你就 你就这边 你也公投一下 或者你怎么样呢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让这个亚裔的这次的教育平权呢 会更加艰难 那么这件事 对吧 在美国的这些华裔的家长 像我这样的呢 确实是这种深有体会 对吧 那这件事如果跟国内的 这个国际学校的家长啊 国内这个留学生家长 怎么来解释呢 你就这么来想 就是在中国呀 是完全的 叫美国呢 叫 叫 就是说呢 我是完全是以德 以这个才能来录取学生的 你从比如说考状也好啊 是高考也好 对吧 你的分高 你能考到700分 你就一定是能进清华北大 你能考到560分 你说出大天来 清华北大也不要你 因为我清华北大 也想要分出最高的学生 他整个都是 这一套都是一致的 那么在中国呢 确实也有 比如少数民族加分 比如说偏远地区加分 但这个呢是一个 很少的一个部分 他没有说一下 我20%都是这样 而且呢 在中国呢 他的这种 整个的这些名额的分配呀 是到省 这样 比如说 我就在这一个省里面 是多少钱多少名 如果这件事 对吧 要是放到中国这边来 你可能怎么想 就这样来想 就是好比说 我为了让 这个学生 能够有同样的机会 对吧 那么呢 我以后让这个 这个河南的这个省 他的录取清华的人数 必须要和宁夏省一样 因为他们 他们两个都是不同的省 对吧 我不管你有多少人 我不管多少学生 学生程度 我既然是一个省 对吧 那你就跟美国参议院似的 每个省就俩名额 或者呢 这个这个河南 比如说去清华 就20个名额 宁夏也20个名额 那我当然可能 宁夏的这个学生 就更有利了 或者呢 再有一个就是说呢 我要在录取的时候呢 我要考虑你的家庭条件 比如说呢 你是农民工的孩子 那么呢 你就应该自动比 大学教授的孩子 或者是在北京大城市 收入高的孩子 能上得起补习班的孩子 我就要给你加100分 因为呢 我认为你很不容易 如果我不给你加100分呢 你可能一直呢 也完成不了你们的这种 这个群体的这个 这个教育的跃迁 那么在这样的 这两种 这种所谓的这种教育的 这个平等呢 现在就是在很多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当中 而且呢 是在很多的一些名校啊 在一些政策制定者 他们心里想的这种 这个逻辑 所以呢 对于这个亚裔的人 尤其是在中国的学生家长呢 其实呢 是很不理解的 但是他现在就是 就是这么想 而且呢 这是一个 一个完全 现在是一个这样潮流 你加州要 要重新要公投 而且呢 现在的这个 即使这个 有亚裔组织 有川普来告 哈佛耶鲁 他们非常非常的 这个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 对吧 那么也有人说了 那你如果是 都按照分数来取 那你以后 哈佛全是 这个亚裔的人 怎么办呀 这个我觉得 这种担心的是 太过了 因为呢 你就算亚裔的学生好 你也不能保证 对吧 你在这个 非裔里边 在西班牙里 也有好学生 对吧 你像 奥巴马 米什奥 这都是 在黑人里边 是非常非常强的人 很多的亚裔的 这种 他的水平 并达不到 这个米什奥奥巴马 他们的这样的 这个水平 所以呢 就是我们呢 当然还是希望呢 能够以这种 以才能来录取 而且呢 以才能录取 不看肤色呢 是符合美国 这个 1967年颁布的 这个 这个种族平等的 这个联邦法律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我也希望呢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 亚裔 作为这个 留学生的家长 或者咱们就说 所谓叫利益相关者吧 我们能够呢 很坚定的来支持 这个 教育的 这种 以才能来取人的 这样的一种平等 而不是呢 单纯的是 看你的这个 你们家是不是贫下中农 你们是不是这个 出生在哪里 是不是 什么样的这个种族 来根据这些因素呢 来做一个 这种判断的标准 所以呢 这是我的一个 想法 和一个立场 我呢 今天呢 也是 跟这个 各位的这个家长呢 来解释一下 这件事情的 来龙去脉 而且这件事情呢 很有可能呢 对 各位的这个 甭管你是华语也好 甭管你是 国际学生 还是国际学校家长也好 都对你呢 有 确实有切身的利益 因为他是 一半的名额就 整个就没了 这样 是确实有切身的利益 而且你凭什么 我亚裔的孩子 就要比其他族裔的孩子 要多考两百多分 这个完全没有道理 我优秀就是优秀 在这里面 呃 那么呢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呃 现在呢 也是确实呢 这个很有可能 在加州的 几乎板上钉钉的 是这次的公投呢 要改成 按照族裔的名额 呃 因为从前面 我说了 这几个原因 就是呃 有大幅度的支持 而且呢 墨西哥裔的呃 呃 人呢 就是比亚裔的人 要多一倍 就算亚裔全出来投票 你也投不过人家 墨西哥裔的 这些这些人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呃 大家呢 也要做好准备 比如说在呃 EDEA 就是早申请早决定 或者在硕士 在选校 选专业 呃 这些方面呢 要做好呃 自己的准备和规划 这个2020年啊 真是非常的梦幻的一年 那2021年呢 会面临着一个 嗯 亚裔的学生申请的一个 最难的这样一年 这确实是真的 就是他的这个变数是最大的 对吧 你还有另外一个大的事情是 考试都不看了 对吧 你亚裔以前 他的这种优势的地方 就又又又少了一个优势 所以呢 这些地方呢 一定要好好的准备 好的 那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么多 呃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 可以在呃 下面留言 呃 也欢迎大家呢 来给我这个视频呢 点一个赞 让更多的家长呢 能看得到 呃 好 我们下次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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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